你看摩劍這次來台灣 會見這個蔡英文 真的是感覺好像美國的巴伏群伏 來會見台灣長度 來 再分享一下 你看他這樣了 摩劍也肯定台灣說 在最近這個中國大陸的軍機 他們正在進行遠海遠性的時候 台灣表現是相當的這個克制 自治 結果話才沒說完 蔡英文就馬上列成說 我們也是自由印太的 這個很重要的一個一環 我們也可以加入他的伙伴 我說台灣很怕被邊緣化 但是你也不要一廂情願的 把自己提出去當人家的籌碼 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我覺得台灣很多時候在國際事務 好的沒有我們的事情 美國有好的不會提我們 壞的呢 馬上榜上就會有名 尤其是想對抗ISIS ISIS好像唯恐ISIS 不知道我們台灣也在對抗他一樣 所以包括全世界要封鎖 國際經濟制裁北韓 我們也參與 但是掛在嘴巴講 好像金正恩不知道我們也在對抗他 飛彈最好經過台灣上空也來嚇一下我們 所以我常常覺得 蔡英文懂不懂國際思維 他如果跟著川普在這個外交上 因為川普的狀況是 美國優先 所謂天下大亂 形勢大好 中東地區的矛盾越劇烈 包括承認這個耶魯薩人 是以色列的這個首都 他才有更多的這個政治利益去崛起 延伸他的國內政治 同樣的 台海問題如果把它中東化 這個就是中國大陸最擔心的一點 他把這個盧把炮製再運用在台海問題 東南亞 東亞那個泰式上面的話 那是不是也把這個問題搞複雜的 搞國際的 再聯合這個日本啊 其他的 是把這個問題更插進了 不只是東海跟南海的問題 所以大陸為什麼 李克星要把這個話講快講滿 就是告訴美國 你不要來這一套了 也不要再把這個 中東的問題複製在這個台海的核心 所以其實 台灣的領導人 我們的總統 要認清國際局勢 你不要自甘墮落去當人家的馬前竹 然後搞不清楚狀況的時候 還熱你貼人家的屁股 最後人家把你這個籌碼都利用完了 有他的好處 拿到這個他要的政治理想 還不是一樣把你一腳踢開 我們什麼都沒有的